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在十几年前我买了一层二手楼 将那层楼宇全延翻身 这尺寸订造全屋的床、柜、桌子 买新沙发 但因为旧屋的餐桌、生意都不错 电视机又可以用 所以我就省不得去扔掉它们 搬到新屋继续用 谁知道这张餐桌和餐椅 在全新的家具对照之下 就显得很残疚 所以唯有浪费了搬运费 再买多一张新的餐桌和餐椅 电视也继续用 但谁知道未去一年这个电视又坏了 也要换一部新的 更惨的就是这样 我家的厨房里面就有一个架 是一些很传统中国的木雕 就是泰婆一直放在旧屋的厨房里面 放酱油、放酱料 搬到新屋之后 我的女儿想着想着 这东西很有感情价值 很有感情价值 然后搬到我新屋那里 当然了 她千辛万苦抬了回去 虽然我都不太想的了 但是也用了 因为泰婆留下了 谁知道都抹干净了 谁知道原来有些蟑螂梳 跟蟑螂差不多相似的 都是深啡色的 就藏在木雕那些垃圾上 当蟑螂成为蟑螂的时候 就真的将旧屋的蟑螂 带来我新屋那里 搞到我灭虫要灭了两次蟑螂 才平息一下这个祸害 这个经验告诉我 虽然一片身里面只是一点点旧 身中杂旧不单只是外眼 但是可能会带来祸患的 会影响到全体的 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因为你不肯舍弃 就令到你的生命 是身中杂旧呢 我们的生命和生活 能不能够身中杂旧呢 让我们看看保罗的教导 作为基督徒 只是基督的新闻 就是以乎所书经常都说 我们是基督的新的子民 作为基督的新闻 我们的行事方式和为人 要怎样新呢 我们一起读以乎所书第四章 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是和合本修正版 你们要弃绝方言 每个人要与伦赦说实话 因为我们互为之体 我们再读 由头读好吗 因为我读了两个很重要的字 好 第五节开始 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 每个人要与伦赦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为之体 即使生气也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落 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偷是的 不要再偷 总要勤劳 亲手做正当的事 这样才可以把自己有的 分级有缺乏的人 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 只要随着需要 说造就人的好话 让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使上帝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事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救熟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愤怒 恼恨 让罵 语谤和一切的恶毒 都要从你们中间随调 要仁慈相待 全年吻的心 彼此遥述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 遥述了你们一样 让我们低头默想经文和讨告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列说 要以仁慈相待 全年吻的心 彼此遥述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 遥述了你们一样 要以仁慈相待 要以仁慈相待 知道你已经连敏 仁慈地遥述了我们 你已经拯救了我们 更新我们的生智和生命 让我们今天懂得 如何去舍弃我们的旧我 重建新的我 建立教会 让我们藉着保罗给我们的劝导 我们能够知道 如何是有新作风 在主的里面建立教会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字而求 阿们 刚才大家都读了 我还叫大家读了 第25节两次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读的时候 我还没开始读 就漏了所以的两个字 其实所以这个字 是很重要的 是告诉我们 这一段和上文 是很有关系的 上文就是 《以不所书》第四章 十六和二十四节 就是上个礼拜史 全道和大家分享的 那个经文 那里讲到什么呢 就是讲到 我们已经被主耶稣基督 的救恩 他的拯救 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 我们这个新的人 学了基督的道理 学了他的教训 我们就脱去我们的旧我 然后 脱去我们的旧我 那心字是更新了 就是我们的旧人就没有了 就是变成一个新的人 连个心字都要转变了 所以既然之前是这样 所以 第25节就说 所以 你现在就要弃绝 旧有的行为 弃绝这个字 同上文那个脱去 旧人的那个 是同一个希腊字 我们要弃绝 我们要弃绝 这些旧行为 转变成一些新的行为 保罗叫我们 叫我们弃绝 一些什么旧行为 和转移 做一些什么新的事 我想大家 来看看这个表 这个表 就是列出 25节和29节的内容 第25节说 我们要弃绝 说方 新的行为 是要讲诚实话 而动机和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 26、27节 要弃绝的旧行为 就是因生气而犯罪 新的行为 就是要控制怒气 动机和原因 就是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 第28节 要弃绝的就是偷竊 偷竊是一个自私的行为 我喜欢我就拿 我不管你 我是自己为自己思考的 然后新的行为 是自己做勤劳的事 做对的事 好的事 另外动机就是 要分泌有缺乏的人 29节 要弃绝的行为 是讲坏话 要建立的新行为 是在需要的时候 讲建立人的好话 动机和原因 就是使听见的人 得益处 基督的新文 要弃绝这些旧行为 活出新的行为 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 深至更新了 什么叫深至更新 就是说有新的思想 有新的动机 有新的考量 以往是只顾自己的 现在因为成为基督的新文 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一切的考量 一切的行为 都是会顾及其他的姿体 亦都会顾及到基督身体的整体 就是教会 所以一切的行为的动机 都是好像再上文的上文 以分所思四章 十一到十六节 那里这么说 要在真度上 同归于一 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刚才你看到表的右手边 那些动机和原因 其实都是跟建立基督的身体 是有关的 第25节那里说什么 他说 你们要弃绝方言 是不是 那你就要跟轮舍 讲诚实话 因为我们互为肢体 其实这节 不是只讲讲话 这么简单 是讲你整个的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方言 这个字不是一定指言语 原文是指虚假 指你要弃绝虚假 那你就讲诚实话 其实诚实话 其实是真理 原文的意思是真理 讲诚实话 就是说 讲真话 讲真理 另外 鱼舍是指什么 当然鱼舍是指 你附近的人 邻居 也就是 但是在这里 从上文下 你去看 就是用英文 associate 这个字就比较对了 就是说有关联的人 或者合伙的人 所以在这里 是指导主内的肢体 普罗说 你们要弃绝虚假 要跟主内的肢体 诚实 讲诚实的话 因为我们不单止 是基督身体的一份子 我们还是互为肢体的 大家去想想 举一个例子 如果眼睛 只剩一成的视力 但是 它又怕鱼 所以它不愚实 不诚实 告诉其他身体的部分 去知道 那会怎样呢 就会害得起脚 因为乱走 就会碰伤身体 一些部分 甚至可能令到整个身体 照致和患和危险 因为看不到驾车来 那脚就照着走 以为没事 可能真的有 整个身体都有危险 但是 如果眼睛 很诚实 这样告诉其他 其他的肢体知道 哎呀 我只剩一成的视力 那样 那 耳朵就会怎样呢 更加留心去听 那只手 就会怎样呢 摸 对不对 希望不要碰到东西 那只脚 就会走慢一点 就会呢 其他的肢体 会彼此配搭 这样去保护整个身体 所以 说诚实话 就是真诚 其实是对肢体之间的相处 互动 以及对基督身体的建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大家看看这个图画 右手边 其实三个公仔 都是表示了人的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 叫 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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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我指人内在真实的我 内在的我 公我 公我就是指到人表现出来 外在的我 如果施我和中我 公我 就是中间的公仔 距离很大 有很多黑色的部分 就表示这个人是虚假 但如果像右边的公仔 那样 施我和公我 距离很少 甚至一模一样 就表示这个人 是一个很真诚 很真实的人 我不知道 你像哪个公仔 像中间那个 还是右手边的 其实真实真诚 是 在主里面 门徒 相交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 团契下 生命相交 查经 我们很希望 弟兄姊妹 恩着圣经 华语的光照 能够坦诚的 去分享 弟兄姊妹 你能不能够 和其他的肢体 坦诚的 去相交 这个就是我们 新人的新行为 新作风 好了 第26到27节 他说什么 我们再读一次 即使生气 也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落 生气 就是一个 被人激怒了的 而动怒的状态 保罗很明白 相信主耶稣的人 都会被人激发 而生气 因为天父做我们 是有感情的人 事实上 其实天父 都会为 人的罪 而生气 对吗 你看圣经 都知道 耶稣 也都因为 因为人 将祷告的 殿 变成 财 而动怒 所以基督徒 或者基督的 新闻 是生气 都在所难免 这个保罗 都认同 承认 甚至 有需要 因着 圣洁 公义 为自己 和人 所犯的罪 而生气 不过 保罗说 基督的新闻 是要控制 怒气的 要控制 怒气 两样东西 第一 就是状态 第二 就是控制 他的时限 生气 也不要犯罪 其实 就是控制 怒气的状态 即是说 就算 生气 都不要 让他 酝酿 发大 导致 他犯罪 例如 诅咒人 说粗口 打人 撕 或者 刑事 毁坏 这个 就要控制 怒气的状态 第二 要控制 就是 不可以 含怒到日落 是控制 怒气的时限 含怒 即是说 已经被挑动了 怒气 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但是 日落 是犹太人 另一日 开始的记号 犹太人 他不是天光 才是 另一日 每日 日落之后 就等于 另一日 的开始 所以 保罗这样说 不可含怒到日落 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广东话的 不要有隔夜仇 不要长期的怀怨 其实怒气 是需要 在短时间里面 去处理 和消解 这个就是 保罗说 我们新人类 新闻 要做的事 控制怒气的动机 是什么呢 就是 不要让魔鬼 留地步 魔鬼 原文这个字 是 说才言者 挑拨是非 说不是真的 说话 留地步 可以译做 place 一个位置 position 或者channel 一个渠道 意思就是说 不要让魔鬼 有渠道 有机 可乘 魔鬼 这个说才言者 最喜欢挑拨人的罪性 最喜欢有人犯罪 最喜欢挑拨离间的 比那些三姑六婆 他最喜欢 使家庭成员 和基督徒 不合一 甚至希望家庭成员 和基督徒撕裂 因为 他这样 他可以削弱 家庭 和神子民 团结的力量 所以如果我们 不控制怒气 不单止 自己会犯罪 可能 一个不小心 就说了粗口 不单止 自己会犯罪 甚至会伤害到家庭成员 的关系 和伤害了基督的身体 所以 弟兄姊妹 你能否控制到 怒气呢 好了 第八节 偷舌的不要再偷 总要勤劳 亲手做正当的事 这样才可以把自己有的 分级 有缺乏的人 保罗 和合本 和合本就有 从前偷舌的 但是 其实原文是没有 从前的 这个字的 当时 是有一些人 真的用偷舌来 搵食 他们就不理人 就是 偷东西 我们叫做 扒手 是不是 等等 他就说 如果是偷东西 不要再偷了 新行为是什么 就是 要勤劳 自己付出代价 勤劳 原文是有 劳苦困乏的意思 保罗都认定做事 是惨的 这是事实 但是 都是要自己 勤劳的 去做自己 要做的事 正当的事 原文是good 希腊的原文 等于善事 正直的事 或者好的事 这样的意思 保罗说 你不要再自私 要自己做自己的工作 目的是什么 就是 不只是要 胡口 或者 赚多些钱 下半世无忧 这么简单 动机 是 将你赚取 所得的 分给 有需要的人 缺乏的人 其实原文 是指 有需要的人 初期教会 是凡是功用的 所以 和人分享 自己赚取所得 不单止 帮助到 有需要的人 其实 是 一起 建立 教会 一项 卫斯里 牧师 他这样 说 earn as much as you can save as much as you can share as much as you can 尽己 所能赚取 尽己 所能 储足 尽己 所能 施语 这个就是 叫徒 勤劳 亲手 作正直的事 作正经事 作好事 那个原因 弟兄姊妹 有没有 将你 所有的 和其他人 分享 可能 在祖里面 一人带一些食物 回来 加罪 可能 是将你 有的钱财 捐给 除了教会之外 一些有需要的机构 好了 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读 头的两行 是二十九节 一句 坏话 也不可出口 只要 随着 需要 说造就 人的 好话 让 听见的人 得 益处 坏话 是由 两个 希联字 组成的 第一个 就是坏 可以译造 烂了 又或者 译造 污染了 就是污蔑 的意思 话 就是 logo 我们经常都听 保罗 说不可以粗言 畏语 不可以说一些坏话 或者烂了的话 一句都不可以说 随着需要 是说造就人的 好话 这个新和华本 修正版也很好 另外造就 有两个希联字 组成的 第一个 就是向人 做建造的工作 第二个字 就是建造 这个意思 好话 这个字 就和 二十八节 那个希联字 做正经事 那个字 一模一样 就是做好事 就是做善的事 那动机是什么 动机 就是叫听见的人 得益处 这个字 希联原文 其实是 喜乐和恩典 叫听到的人 开心 喜乐 和感受到 有恩典 说好话 的动机 就是叫听见的人 感受到 有恩典 和喜乐 其实 对肢体 有合时 和善意的提醒 有适切的鼓励 有 很美好的表达 去欣赏 对方 令到肢体 感觉到 有恩典 和喜乐 你有没有被人赞过 有没有 弟兄姊妹赞过 谁被弟兄姊妹赞过 请你举手 那么少的 原来我们这么混色 赞人的 对 对 开不开心啊 你举了手 给人赞 开不开心啊 开心啊 对 所以真的 互相去鼓励 互相去表达欣赏 互相去建立 其实是真的 可以 不单止 令到 弟兄姊妹 听的人 喜乐 和有登典 其实 一起 可以建立教会 我最记得 我做青少团契的时候 我很多年前 在欣赴 一开始 我是做青少年人 有些青少年 Form 2 或者 Form 1 他们 经经经经经经 去带 诗 很经经经 带祈祷 但是 当我赞了 鼓励他之后 他突飞猛进 满有灵力 就去带 诗歌 带祷告 甚至 做当时的 活力一族的 团契的职员 其实 那个 说好话 其实 真的可以 帮到建立教会 不单止 对他个人 是有好处的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多一些 适时的 向肢体 说好话 有一位家庭主婦 本来他生活无忧 但是 他习惹了赌博 欠了周身的债务 他为了过大海 去赌博 他常常跟丈夫 说大话 他说 我腰痛 我要回到 洛湖 去按摩指压 但其实他不是去洛湖 他去了澳门 赌博到 有时 当然不肯走 不肯走的时候 他就骗 丈夫就说 我不回来了 我在中心那里睡 不回家煮饭了 欠债又没有钱还 就向子女 和弟弟妹妹 说大话 分别告诉他们 他们被人变财 欠下债务 请他们帮忙还钱 后来因为借了又借了 经常又不回家 所以就 欠穿了 儿女 和弟弟妹妹 都跟他几次还债 但是不想中容他 于是 就说不再帮你还 他就老修成老了 就说子女 见死不救 骂他们不孝顺 又骂弟弟妹妹 亡本 我这个大家姐 以前 这么照顾你们 你们现在见死不救 后来 他的弟弟妹妹 帮他还了最后一笔钱 然后就带他回教会 希望他认识神 他最初回到团契里面 都是敷衍弟妹妹的 所以在小组里面 就隐隐隐隐隐 又不会坦诚分享 其实他仍然深思思 想和祖元借钱 再去赌 不过他知道不行 因为团契常常都宣布 这件事 就是说 如果有弟弟姐妹 有什么 请你都跟导师分享 他知道不行 没有借道 他最喜欢是什么呢 就是家序 因为家序可以分享到 祖长和祖元丰富的食物 对茶经他没什么兴趣 大臣是拯救他 神没有放过他 神没有放过他 真的爱他 所以回到团契一段时间 他真的缺制了信主 他经历到上帝给他的救恩 他在主里面 成为一个新人 成为一个新人 甚至就更新 他就脱胎换骨 他信主之后 他诚实告诉祖元 他有祷引 他很诚意地请祖长 和祖元为他祈祷 希望他解除到这个心忍 他有坦诚的向丈夫 儿女和弟弟妹妹道歉 他很积极地介绍人认识耶稣 他很感谢牧者 对他的接纳和关怀 他之后微微笑笑的 时时都说感恩的说话 或者向人说好的话 欣赏人的说话 他不再赌博 他就有时间打理家务 他还去再培训 后来就成为一个 freelance 的大监者 还可以赚钱 又帮忙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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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会的儿童主要学里面 也都去帮忙 他的生活 从此就变得充实了 他又有钱赚了 他还原一些债务 他还有钱可以和人分享 这位姐妹是什么 新人 新作风 她有全新的经历 她全新的行为 所有的旧行为 她都已经没有了 骂人 赌博 大食懒 这些都没有了 真是感恩 再再有没有人 已经经历过信了耶稣之后 有转变的 有新的转变 有没有 对呀 我们先这样拍手 我们先鼓励一下 对呀 欣赏 对呀 感恩 因为在主里面 可以有全新的改变 在座 有没有人 你都很想像这个姐妹 有一个全新的改变 如果有的请你举手 很想有全新的改变 感恩啊 我看到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很想有全新的改变 好 我们低头歧头 就为刚才去感恩 也都为有举手的人去感恩 朋友感恩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 你在刚才姐妹的经历里面 在在座举手的人的经历里面 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可以被你心智更新 有全新的改变 今天我又看到一位的朋友 或者肢体 他举手 他都很希望 在你的恩典里面 在你拯救里面 他有全新的改变 神啊 你知道他的心 你一定会帮助他 所以就愿意 圣灵你和他同在 以至他经历到一个全新的改变 生命和行为 是会多么的喜乐 多么的稳妥 我们将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交上 让我们都是这样 继续经历着的恩典 我们祈祷奉主命求 阿们 是啊 很感恩 好了 我们呢 说完下去了 第三十节 是的 我们一起再读 以不所书四章三十节 并且 不要使上帝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救赎的日子来到 原文就有一个希腊字 Kai 并且这样解释的 没有译到 就是在这个三十节那里之前 就表示第三十节所说的 和上面那几节 具体生活的圈面 是有少少不同的 但是又和刚才那几节 说的有关 其实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行为上面 有全新的转化 我们就会叫圣灵担忧 这里很有趣的 你留意一下 他不是只说圣灵 是上帝的圣灵 保罗特别地说的 很少的 通常我们只说圣灵 其实意思就是强调 人要敬畏圣灵 是上帝的圣灵 担忧就是忧愁 除了担心 也是忧愁 真的 当人不接受上帝的引导 偏行纪录 犯罪 上帝 或者圣灵 就会很忧愁 很担忧 这句说话 其实是引用字以筹下书 六十三章第十节 我们读 他们竟然薄逸 使他的圣灵忧伤 他就转变成为 他们的仇敌 亲自攻击他们 不过 以筹下书 第六十三章第十节 那个令圣灵担忧的结果 是很负面的 是不是 就变成 上帝和他们为敌 因为他们不听神话 但是保罗将以筹下书 六十三章第十节 这一句 那个负面的结果 转化为一个正面的盼望 为什么 因为基督已经度成欲生 降临世间 为人负罪 已经是有救恩 所以 虽然我们是 不听神话 没有转化的新行为 但是 虽然或者会令到圣灵去担忧 但是 其实 神的救恩 是会临到我们 仍然是给到 我们是有盼望 仍然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将来 是会得熟的 因为 保罗说 基督的新子民 是有圣灵的印记 已经有圣灵的印记 圣灵的印记 就是 在当时古代社会 印记 可能是 烧热了一些金属 就辣到生畜那里 又或者是有一些图板 就是有些漆 有些漆 就是印进去 一些物件 那一块 奴隶都有 主人的印记 所以一件物品 畜生 或者奴隶 有主人的印记 是表示它属于主人 其他人 不能夺走 这些物件 奴隶 或者生畜 主人会 使用这些物件 会使用这些奴隶 但是同时 亦都会保护他们 上帝在我们决志 接受主耶稣那一刻 已经以圣灵 作为我们的印记 表示我们是属于祂的 我们就确认了 我们的身份 我是主的人 我是属于主的 主就会保护我们 但是它亦都保证 我们在天堂上面 有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将来 给有一天 我们去到天家里面 是可以得熟 身体得熟 意思就是说 耶稣拯救了我们 祂已经为我们 赴了罪 但是我们生活在现世 我们未完全得熟 直到主耶稣再来 基督徒被提 我们去到天家 我们就全然得熟 虽然我们今天 仍然在现世 未能够进入天堂 在世上生活 但是保罗说 我们是等候 这个得熟的日子 等候希腊的原文 意思是进入 又或者是前进 推进 或者迎上 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 虽然在一个已然 或者未然的状况 英文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在一个已经得熟 但未完全得熟的状况 我们都要配合我们新身份的新作风 有一位 他的行为 都有新的改变 在他等候 BB出生的期间 他一改以往 悟妹的作风 改变旧有的生活习惯 不再吃烟了 不再喝酒了 不再吃煎炸 新辣 或者生冷的食物了 改食有营养的食物 喝奶了 另外 以前经常吸病 或者片电单车 现在改为什么 每天就散步 做产权运动 他决定以一个最佳的状态 去欢迎 他的BB诞生 其实 如果他不改变 仍然都是旧作风 那会怎样 他的家人会很担心 幸好他愿意为BB改变 为他的新身份而改变 所以他的丈夫 和他的父母 就安乐了 姐妹 你和我 在主里面 都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了 对不对 我们有一新的身份 而且我们有圣灵 为我们的印记 所以 我们在等候身体 完全得熟的期间 我们需要配合 有我们这个新身份 的新作风 如果你仍然 未能够 弃掉一些漏杂的时候 很希望 你能够 缺绝点 脱掉它 捨弃它 撇掉它 不要叫圣灵去担忧我们 不要令圣灵去伤心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三十一三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一切苦毒 一切苦毒 愤怒 恼恨 阳流 毁谤 我一切的独毒 都要从你们中间 除掉 要仁慈相待 全年吻的心 彼此遥述 正如上帝 在基督里 遥述了你们一样 在这里 保罗列出几多个罪行 即是三十一节 大家数一下 三十一节 在之前 即是第一行 五行 第一行 就是苦毒 直到因为被人轻忽了 没有理我 或者被人伤害了 所以就内心怀怨 因着这个怀怨 就心硬 不放下这些怀怨 而且可能有报复的心 这个就叫苦毒 愤怒 就是内心突然爆发 一些怒气出来 很生气 内心是这样 或者 第三个 怒恨 或者亦是暴虑 其实是隐藏在心里 一些很敌事的感觉 心里已经有一个仇人 在里面 第四就是洋骂 洋骂 洋骂希腊原文 就是大叫 叫哭 就是无法克制自己 带着怒气 叫嚣 炒骂 大声 吵架 等等 第五 毁谈 毁谈 就是搬弄是非 用言语和行动 去重伤对方 毁谈对方 或者对其他人 加以侮辱 头那三项 保罗刚才所说的 如果我们不再在短时间里面去处理这些怒气 或者限制自己的发怒状态 就真的会好像这五样 这样是递增的 越来越递增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控制怒气 不过 不过 保罗加上一句 和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随调 其实保罗不是只是针对这五样东西来说的 保罗说一切 这五样是例子 可能保罗知道基督徒就是这么差 经常犯这五样 但这五样是例 他说一切的恶都要从你们中间随调 其实恶毒这个希腊原文是恶 一切不好的东西 一切的恶都要挪走 但是大家记住 随调这个字是拿走 取走 或者夺去的意思 是被动词 即是被上帝拿走 其实这句话 我们一切的恶都要被上帝拿走 弟兄姊妹 他说你是否将你生命一切的恶都被上帝拿走 是否甘心情愿被上帝拿走 有一些烟闻 或者酒徒 那些烟对他们很重要 还有酒对他们很重要 他们会出使力 就是保住这些烟和这些酒 是不肯被上帝拿走 纵然烟是危害到自己的健康 和他人的健康 纵然与酒 令他自己身体无益 也会因他与酒 而伤害到其他家人 或者其他人 但是他是死都不肯被人拿走 兄姊妹 我们会不会像一些烟闻 或者一些酒徒 我们生命里的恶 是死都不肯被上帝拿走 又或者 好像有些烟闻 或者酒徒 老婆要拿 没有办法 老婆比我兵 又或者 知道喝酒不好 子女拿走她的酒 或者同事 拿走她的酒 他也被他拿 但是 接着 很快就又买烟 很快又买酒 很快又吃过烟 很快又喝过酒 会不会我们都是这样 曾经被 金心情愿 被上帝除掉 我们生命的恶 但是后来自己 又找恶 又重视恶 是不是这样呢 但愿我和你 都不要这样 保罗说 不单要除掉一切的恶 更加要遵照 基督生命的榜样 活出新的圣情 我们要像基督的圣情 跟其他的人 和肢体 去相处 基督的圣情 是什么呢 是仁慈 是怜悯 是遥书 仁慈 是 是因慈 而且原来 是指容易 容易 全年文的心 是一个字 是指到有好的心肠 有同情 要书 大家都知道 就是赦免 在这里 有两个字 都是 跟肢体的相交有关 第一个就是 相待 因慈相待 互相对待 另外一个 比齿 又是 跟肢体的生活 有关 孔罗说 我们要学基督的圣情 这样 彼此 相待 这样 是彼此的遥书 有一位基督律作者 在We Believe in God 这个网页 有一个这样的分享 他说 有一次 在一个超级市场 那里 购物的时候 就听到 有货品 跌下来的巨响 于是 他立刻 去到 发出巨响 那条巷 去看看什么事 他见到 有一位年长的女士 很尴尬 很努力 收拾 和清洁 一地的破碎 这个时候 职员也来到了 这个女士 见到职员来到 就说 我想我要赔钱给你们公司了 那职员就说 不用啊 因为我们公司买了保险 所以你不用去赔钱 任何的费用 写到这里 这位作者就这样说 读者们 请你闭上眼 想一想 其实仁慈的上帝 都是这样对待我们 他怜悯我们 他为我们收拾 我们生命的破碎 他医治 我们的相处 还处 他遥恕我们 不是因为 我们有什么好处 而是 他愿意承担 我们的罪债 这个 就是恩典 基督的人事 和怜悯 遥恕 就是对我们的恩典 争取 种族平权的 马丁路德金牧师 1960年代 美国的一位黑人牧师 他说 黑暗不能够驱赶 黑暗 只有光可以 恨不能够驱走恨 只有爱可以 唯有基督的人事 怜悯 遥恕 去光照我们 唯有我们经历过 基督人事 怜悯 和遥恕 我们就可以 将我们的恶驱走 唯有 我们效法基督的人事 怜悯 和遥恕 我们就可以 用这些新的性情 和 这些新的心态 去 和肢体相处 唯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 互相建立 保证 和建立神的家 我有两个旧同学 她是妈生姊妹 不知为何 小学三年班开始 她们就怀怨 经常吵架 我们同一级 所以时时都很清楚 上到中学之后 他们就开始冷战 就不叫了 不愧 不愧 我们打电话 在她家 就说找谁 放下电话 就知道不是那个 第二个自己 就会去听电话 他们不说话 不沟通 但是中三的时候 两个人不弱如同 在福安州里面 就决志 相信了主 相信了主之后 两个人都有新改变 有新作风 他们学校主的性情 彼此要说 原来他们发觉 以前他们以为 一式一样 才叫公平 又累到对方要求很高 希望对方 和自己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都知道了 其实孖先生姊妹 都是独立的个体 仍然有不同的喜好 和想法 自此之后 他们学校主的包容 以恩赐相待 take it easy 刚才说 恩赐就是什么 easy 容易 他们不再跟跟计教了 于是他们和好了 其实他们的和好 我们全级都很开心 一起等他们高兴 他们又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好的 弟兄姊妹 让我们这一班 我们这一班 基督的新闻 都能够活出新的作风 恩着圣灵 给我们的更新 我们有新的本性 我们能够学校主的榜样 去活出新的圣情 好吗 好啊 感谢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弟兄姊妹 你现在在座位里面立志 求神继续更新你 如果你生命里面 有一些旧性情 本来已经舍弃了 又失败 求主帮你除吊 求主帮你除吊 已经与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印记 已经是新造的人 但曾几何时 我们有时好像一些走徒 和烟闻一样 会辟败 去拿回我们的旧性情 或者旧行为 主下求你遥恕我们 也真是再一次的 为我们除掉 这些旧行为 主下让我们 不要身中集救 让我们真是 有一个全身的生命 以致我们大家 互为肢体 建立教会 我们这样的立志 和祷告 在奉主耶稣基督的 命志而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